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由樹洪幫忙 感謝你 他在會場都拿了很多牌 還開了不少牌 沒錯 多謝你 終於我可以不用開 沒有幾個 會場都有送這副COPAC310 如果你有了解 其實COPAC310都出了一段時間 這副就是CARD STREET CARD 寫明是POKER SIZE 我挺喜歡這個設計 有點像AVANGERS裡面 Spiderman那個設計 之前Ironman很紅的時候 不是出了一群Ironman 現在Spiderman是紅的 寫上True Linen B9 Vintage 這副牌我覺得很漂亮 唯獨是不好的 就是原來它是用來玩的 就像Banshee一樣 是 裏面是沒有 或者是CARD STREET CARD 是一樣的 先講一下 會場都有這些牌 當然是特別版 也都 SHOW OFF 即是表演花式 裏面也都 給了心機印的 它又玩漸變適合 那副牌呢 那副牌呢 一邊就是白色 另外一邊就是這樣 如果它最後印上 即是PIP 就好很多 但是沒有 但未必是那樣東西來的 我現在就純粹是 給你玩花式 花式 只是給你玩花式 是 就好像一些 有庫不是出過 School of Cards 全美這些 你回學校不會被人收 這些 怎麼收的都不是PIP 你都真的不明白 風機要收你 什麼理由都可以 不要說我不提醒你 大家 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 要罰你 總有很多理由 這些純粹是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有點浪費了 有點像純粹剪子技術 是啊 所以Standy剛才力勸我 黃先生 介紹一下另一副特別牌 既然你這麼用力介紹 當然要講 這副是否會場沒得買的 這副是 牌的 不是 這副買的 也有得買的 是 這副叫什麼名字 這副叫Jaspers Deck 這副是Prototype來的 是Prototype來的 是 未有的 即是有得買的Prototype 是 我們來看看 先看看盒子 這裏是燙鑊 紅色 這裏是燙鑊 貼紙也是 雷射射陰 是的 那邊 沒有東西的 底就是這個 好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這個為什麼 他說921-0 是否印了921虎呢 不是啊 921號開Carnistry 你轉著背摺來看看 你轉著背摺來看看 好 這裡有這麼多贊助商 921-23 對 哦 921號開賣 是 因為我11號沒有去到 OK 好 我們拿出來看看 我幫你拆解了 對 終於迷底解開了 所以就算印完 都不會再是921的了 921就是那天才有的 921printing 兩張銀絲 這個都唐了銀的 唐了銀 這張呢 一邊銀色 一邊是這樣 這張呢 就沒有邊 但是反轉了 出血的 對 這邊是黑紅的 這邊是紅黑的 這邊是正常的 Double的 Double的 不是啊 不是真的Double 不是啊 一邊出血的 一邊正常的 這邊就變銀色的 所以這兩邊不同的 就是這樣是叫做一對 對 好 接著呢 Design by Jasper 如果全副牌這樣也挺過癮的 你怕會不出 全副牌都這樣 反銀也挺過癮的 他說會出一副漸變的 就來會出的了 好 好 我收一下這個 好 Jasper的牌 就不是正經牌法的 二都很正經 三都很正經 四就開始不正經 是的 五 法國牌法 是的 沒錯 然後 就會是斜開 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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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張花 好 穿回這件衣服 是的 雷 就黑白了 是的 挺 很有趣的 是這張的 這兩張沒有東西的 一二 你有沒有覺得這隻紅是淺一點的 橙紅色 橙紅色 是的 好 這個呢 的Jack 就用回剛才那隻橙紅色 嗯哼 看到嗎 只有這張而已 是呀 玩東西 Jasper是他 Jack Jack 這個就正經 這些就 King 都沒有變 都是這樣變 就是拒線Jack 是的 不過拒線Jack 都有意義的 因為在BlackJack裏面 是 就是拒線In加拒線Jack 一定是他 所以其實都有點意義的 好了 所以這兩張加起來就是BlackJack 我們為了感謝樹紅幫我們帶這副牌來 給他刺牌或者Fan一下 這副 他現在全部牌都是燙銀的 那背部 你看到他全部牌都燙銀 還有他有Cardish Recon的Logo 是嗎 在這裏 是 黑色都有 小小顆 很小顆 很小顆 Cardish Recon的Logo 就是抄Supreme 那個 是 名牌Supreme 沒錯 你來了 好 你扭一下 Fan一下是怎樣的 嘩 這副牌比之前的Jasper 都是軟身一點 因為之前的Jasper 是比較硬身一點 他可能拿了唐銀 是 他可能要某隻紙才行 是的 因為燙銀是有些限制的 沒錯 那時候你看回Derek Blaine 那副牌和Daniel Mendelsohn Daniel Mendelsohn 自己也有說 如果我要學Derek Blaine 背部要燙金 其實就要特別的紙質才行 沒錯 做不到他原本最想做的紙質 但反而台灣做得很漂亮 台灣就因為這樣 所以Expert Blaine 幫了David Blaine 對 整理會出牌 那感覺上 很舒服 因為它比較軟身 但它又不會很滑出來 又黏在一塊 很容易做Packet Cut 就是這樣 這些都是花切手的牌 是的 如果你問我純粹由收藏角度 我覺得收藏的意義在於是這隻牌 是 是 因為它是比較早做這件事 是 等於Derek Blaine出了金色背 Bicycle出了一堆金色背 藍色背 紅色背 紅色背 綠色背 後來就變成現在 各個就開始做這隻 這隻我覺得都是 值得收藏的原因 是一個肩膜